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现在的学生借钱不还 这班九十号真是不行 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你想想强积金 银行要你借钱给他们赌 赢了就说眼光独到 输了就投资有风险 雷曼兄弟掠完人家的钱 就一样没得还给人 公司上市集资源 鬼影都没资 所以有遮有环 已经过时了 这样说又好像是 所以这班年轻人其实很聪明 学习快 知道做人也好 做生意也好 不还钱 其实都是一个选择 不过列入负面信贷评级 对学生未来发展都不太好 政府大幅增加学位 搞到大学生不值钱 而且还要没有资助资助学费 先搞这个只要借不要问的计划 信太平级 买楼还是卖车 还是开公司 那些年轻人说 关我什么事 你就平保他 你这么说又有道理 区区良益 政府搞不定 都随便派六千元 现在让学生炒股票车位 买手袋 当刺激经济 对咯 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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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更好